屏幕前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三龙雷哥 今天呢,给大家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视频 大家通过我身后呢,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个就是我们村子里面的外边 怎么样的不一样的感觉呢 来,给手舞的镜头,在视频里面告诉你 这一期视频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的感觉呢 想了解的朋友继续往视频下面看 我相信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大家呢,很多粉丝朋友都看到我的视频之后 很多朋友都问,你这本是哪里的 我在评论次约都说到了河南的 很多粉丝也说到了,河南是不是很穷啊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阶级视频 给大家辨别的就是,河南到底穷还是富呢 河南的农村最真实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来,跟随我的镜头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到底是虫还是富呢 这一期视频给大家,你看完之后 你就非常明白了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个变化了 就是这个角上踩的这个柏油路 硬化的都是特别的好 这些呢,都是村民 也就是说自己花钱修的一个道 大家往这边看呢 那就是变成土路了 下雨的时候,才是正儿八经的水泥路 在我以前给大家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很多粉丝还有很多网友都吐槽 哎呀,你们村子里面真的很虫啊 太虫了 还是土路,一点柏油路都没有 其实并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在这个道上的村民呢 携乡不下来修这条道 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现在我脚下所踩下的这个路 吃到有一天会变成刚才那个样子 柏油路的 到时候给大家再进行实拍一下 这个也算是我们农村最真实的一个生活吧 相信很多屏幕前的朋友呢 在你们村子里边,很多你们的那路啊 大多都是,也就是说 给你们免费修的 但是我们这块呢,可能是 特殊原因,只能村民自己出钱 来进修了 是不是,朋友们 咱们回归原来的那个话题 也就是说 我们河南 到底是虫 还是富呢 说白了哈,现在每个地方 都有虫的 也都有富的 大家通过刚刚那个视频 柏油路这块呢 也就是说 我们村子里边新的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变化呢 浅染器 也变化了不少 很多家里户基本上都有 只是现在 特殊原因还没有用得上 不过也是迟早的事情 相信很多 在生活在农村呢 有一部分农民 已经使用了这个天然气 这个都是非常 也是非常不错 我们这个也是很快的 于是在我们农村呢 农村的风景也是非常好的 就好比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场景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油菜花 屏幕前的朋友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我这视频 闻到这个油菜花的香味 能不能闻到呢 我现在已经 哎呀 非常的 鼻子闻起的特别的香 特别的不错 农村的风景 真实的农村 非常的美丽 看到没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村子里边的一个中央 这边呢 原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坑 中间呢 就是天平了 能种植一些庄稼 种植一些蔬菜 这样的都非常好的 河南到底虫还是富呢 相信屏幕前的朋友 通过这个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完整的看出 一座座二层楼 几乎每家每家都有的 看到没 这个就是河南农村 最真实的一个场景 我相信在每个村里边 我们河南每个村 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即使那个村子里边 有一些老屋子 那是因为很多的农村朋友 在县城购买了房子 有的是在外面 安家乐业了 在外面闯荡 有自己的工厂 有自己的公司了 虫 只是暂时的 并不代表 永久的虫 是不是 朋友们 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些视频呢 就是给大家示范的 我们河南农村 最真实的一个现状 最真实的一个 春天里面的一个景色 现在所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河南的主产区 小麦地的种植 大家通过视频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绿油油的小麦 像这样的景象呢 像这样的场景 在以往真的是很少见到 再过一阵子呢 这个小麦就开始 出岁了 像这种场景 绿油油的麦苗 可以说是 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好看 从视频当中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在2022年 种植小麦 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丰收的一个景象 看到没 好像有一种 绿油油的海洋一样 是不是朋友们 有没有这种感觉 还有一种 一眼望不到边的 非常非常的不错 好了 以上视频呢 就是简单给大家所分享的 2022年 这个河南农村 真实的 最真实的 一个场景 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通过以上视频 包括现在 大家所看到的 还是归为那句话 河南 到底虫还是富呢 还有在你们农村 这种山巷 有没有 如此的好看呢 可以在评论区 和大伙 聊一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三农里哥的视频 给三农里哥点一个 免费的关注 还是想了解更多的 农业方面知识 请看我 其他的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 更加精彩 下期咱们 不见不散 拜拜